那前面四讲 我们讲到了未来的趋势 还讲了腾挪这个重要的策略 这一讲呢 咱们来聊聊 未来五年哪些行业最有发展机会 你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想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 那哪些行业最有发展前景啊 或者我想投资 但是看不懂现在的市场了 何老师会推荐什么行业呢 那这些问题 你或多或少都能够在这一讲里面找到答案 我先跟你说一个对我特别有启发的事情吧 前两天我跟几个搞音乐的朋友一起聚会 我就问他们 你们觉得谁是现在最流行的歌手呢 那几个音乐人面面相觑 我这才意识到我问了一个傻问题 有一个说话特别直率的朋友说 好像从香港歌星四大天王之后 就没有再出现过最流行的歌手了吧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音乐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过去呢 大家喜欢的歌手比较集中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音乐的类型越来越多 有人喜欢摇滚 有人喜欢嘻哈 有人喜欢民谣 虽然不同类型的音乐人越来越多 好像并没有哪个人成为所有人的偶像 但是音乐的质量并没有比以前下降了 恰恰相反 无论是从音乐人的制作水平 还是乐迷的欣赏水平 都比以前有了提升 那这就是一个规律啊 一个经济或者是一个行业的发展 都会先经历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 但那个时代过去之后 就显得好像更平静了 这个时候不一定是这个行业衰落 也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从野蛮生长的时代 进入了各归其位的时代 所以我们看未来的发展机会 就要换一个视角 不应该再像我那样去提问 问哪个行业才是最火爆的 那这样的思路呢 像是去寻找那些 在食物链最顶端的行业 可是霸王龙曾经是地球上的霸主啊 那最后不也灭绝了吗 现在经济环境、社会环境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光找到食物链最顶端的行业 还不够 你还要看这个行业 能不能够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 那么在未来 哪些行业能够适应变化 最终活下来呢 我们先从最引人注目的 互联网行业说起吧 我先把结论告诉你吧 互联网行业曾经很火爆 现在也挺强的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 这个行业以后会变得平凡起来 不再那么风光了 那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它不重要了 而是因为这个行业太重要了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行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从2007年到现在 那这十几年 可以说是移动互联网行业的鼎盛时期 最早呢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都是模仿美国 到现在反而由美国的企业来模仿中国的商业模式 可是互联网企业壮大了 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很多互联网平台企业都想要尽可能的搜集海量数据 通过这些海量数据发现很多商业机会 可以说在互联网行业的黄金时代 那就是随手就能捡到宝贝啊 可是再多走一步 可能就会越过界限 那首先就是垄断的问题啊 好比大树长得太大 会把阳光都挡住 那别的植物就不好生长了 而且数据垄断 可能又会导致消费者隐私权被侵犯 算法里面可能会有对消费者的歧视 比如大数据杀手 还有啊 那一旦数据泄密了 就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 所以就是因为互联网企业 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太重要了 所以才要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啊 那未来互联网行业 很可能会像电力行业 自来水行业那样 它是要为社会提供基础设施的 那既然是提供基础设施的 那就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互联网企业曾经是科技企业 关心自己赚钱就行了 但是大到了一定的程度 它们就会变得更像电力公司 自来水公司 会变成公用事业企业 它们要考虑的应该是 如何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所以我才说 虽然互联网行业 现在好像还是大哄大字 但以后 这个行业可能会变得平反 变成基础设施 那听到这儿 你可能会问了 那哪些行业的机会更多呢 接下来 我要说一个现在看起来并不显眼的行业 制造业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制造业多不起眼啊 有什么可关注的呢 我要告诉你 制造业非常值得关注 那我这么说 是因为很多制造业企业 都有能力穿越经济周期 抗风险的能力非常的强 特别是一些专精特薪的企业 可能不大 但是都有自己的生态位 所以很稳 过去啊 企业爱讲 自己天天都在创新 那以后呢 守城可能会变得比创新更重要 以后比的不是跑得快 而是比跑得稳 那为什么说制造业抗风险呢 要知道啊 在过去三年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遇到的挑战 是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企业 无法想象的 地缘政治风险 这就不用说了 说不好哪天 他们或者是他们的供应商 就会被列进黑名单 那疫情的影响也是很严重的 说不好什么时候 他们在国外的供应商 所在的地区成了疫区 供货就会受到冲击 极端天气也不能不考虑吧 说不好 他们会遇到像暴雨啊 台风啊 这样的极端天气 那此外 他们也要面对运费飙升 节能减排等等 一系列的考验 经历了这么多的挑战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风险 防范意识大大提高了 过去他们可能会 一个配件只选一个供应商 现在不敢了 总得有个备胎吧 那过去 他们可能会追求 零库存管理 把成本压到最低 现在不敢了 要允许有适当的冗余啊 这样才能够应对外部的冲击 那这里面的机会在哪里呢 过去啊 我们喜欢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是更便宜 造得更快 但经过这些洗礼 中国制造业真正的竞争力将是供应链最经得起折腾 最不怕波动 真正好的企业会用十年磨一剑的决心 把重要产品的重要生产环节都再做一遍 那你就可以从容不迫的去跟踪 看哪些行业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到位 这里面就有很多长期的投资机会 那我还要再告诉你一个小窍门 想要找到这样的机会 最好呢 是去找那些经历磨难最多的行业 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 和没有经历过完整经济周期的企业 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 做法是不一样的 经历过周期的企业 会更稳健 更本分 更有韧性 他们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够穿越周期的力量 虽然他们看起来没有那么酷 那么潮 但是他们更具有成长性 所以我才敢说 制造业值得关注 我们之前说的国强民富 那制造业就对应着国强啊 好 那民富对应什么行业呢 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了 你看经济发展了 大家渐渐富起来了 我们都希望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所以啊 以后跟美好生活有关系的行业 会有很大的发展机会 那为什么说 和美好生活有关系的行业 会迎来自己的机遇呢 原因在于 我们原来想的是怎么解决温饱问题 还顾不上去想什么是美好生活 那到了现在 我们终于变得更加富足了 这才有时间去思考 什么是美好生活 可是这个问题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不是收入提高了 我们就能够自动过上美好生活了 怎么才能过上美好生活 这是一门记忆 那这门记忆是需要学习的 就拿旅游来说吧 你是上车睡觉 下车拍照呢 还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制定路线 还约上三五好友 再比如退了休 你有大把大把的时间 有的人跳广场舞 有的人出去拍照 那如果这些都不是你喜欢的 这时候你会不会感慨 为什么自己这么无聊 别人的生活却那么美好呢 大部分中国人辛苦了一辈子 也拘谨了一辈子 他们知道怎么赚钱养家 他们知道怎么照顾家人 却不知道怎么去过自己的美好生活 所以我们以后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人们都很向往美好生活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美好生活 那怎么办呢 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是先让一部分人先会玩起来 那先会玩的人呢 带动后会玩的人 一起走向共同玩起来的美好生活 这里面就有巨大的机会了 要知道年轻人玩的 跟老年人玩的不一样啊 年轻人跟年轻人玩的也不一样啊 如果你能够了解一部分人的生活场景 就能够找到服务好 这个生活场景的商业模式 比如说宠物看起来多么小众啊 但这个市场的扩张多快啊 学习史居然会成为一个新的创业点 那同样的 如果你理解了老年人 知道如何服务好老年人 那就能进入银发经济这片辽阔的蓝海 我曾经问过一个导游 他是专门做老年人在城市周边一日游的 非常的火爆 那关于这些机会 我们在以后的课程里头 都会更详细的为你解读 好 总结一下 这一讲 我们说到 过去那个野蛮生长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一个新的各归其位的时代即将到来 也就是说每个企业都要找到自己的生态 为做好自己应该干的事情 曾经辉煌的互联网行业 在未来可能会成为 我们都很熟悉的基础设施 制造业企业可能会凭借自己 抗风险的能力穿越周期 很多和美好生活相关的行业 也会迎来自己的发展机会 那听完这一讲 你可以展望一下未来 想一想自己所在的行业 是会走上坡路呢 还是会走下坡路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 跟大家分享 在前面的导论中 我们说到了未来的趋势和腾挪的策略 接下来的几个部分 我会详细地和你分享 我今年的观察 以及我在不同的人身上 不同的领域里看到的成功的腾挪 那我今年是怎么观察的呢 还是和前面几年一样 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 因为慢变量才是影响历史的真正变量 小趋势是预示未来的微妙信号 找到了慢变量 心中不慌 找到了小趋势 能占先机 对中国经济来说 最重要的慢变量 包括了城市化 工业化 技术创新 以及人口变化 那接下来四个模块 我分别来讲 我在这四个慢变量中 观察到的小趋势 这个模块呢 我们先来说 第一个变量 城市化 这一讲 我先从年轻人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起吧 十多年前 80后的年轻人就问过我 何老师 你觉得年轻人应该留在北上广深 这样的一线城市呢 还是应该回家乡 十多年后 90后们还是问我同样的问题 80后和90后虽然问的是同一个问题 但他们的想法其实不一样 80后更多的是感到对大城市的失望和不甘心 在大城市里面找不到自己的梦想 真的就应该回家乡吗 而90后呢 更多的是感到好奇和冲动 他们中有一些人已经想好要回去了 只是担心走了就回不来了 有点患得患失 那今天我们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首先呢 我们得注意到 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发生变化 一线城市当然还是很有生命力的 在城市的积聚效应 规模效应方面 大城市是无法被替代的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过去十年 中国发展机会最快的城市 并不是北上广 而是一些内陆城市 成都充满了时尚的感觉 郑州野心勃勃 想要成为长江以北第二大城市 合肥居然敢硬碰硬和上海杭州 这样的城市争抢高科技企业 这么说可能还是有些主观 那我们来看看数据吧 我帮你算了算 要是看2015年到2019年 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速 排在前十的城市 是珠海 邢台 惠州 六安 江门 安庆 合肥 襄阳 武汉和荆州 是不是出乎你的意料啊 大城市哪儿去了 北京排名25 在湖州的后面 上海排名34 在河泽的后面 深圳排名21 在贵阳的后面 一些小城市 真的是在快速发展 不过选城市啊 不能只看发展的情况 你还得看生活成本 房价呢 是生活成本中的很大部分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房价收入比吧 房价收入比越低 买房就越容易 2020年 房价收入比最低的城市 有安山 珠州 鄂尔多斯 延安 湖州 尊义 德阳 滋伯 银川和岳阳 那在这些城市 年轻人奋斗5到8年 就能够买到一套房 而北上广深的房价收入 分别是 30.8 30.7 20.7 和48.1 也就是说 想买一套房 年轻人要奋斗30年以上 所以 从这些数据来看 一线城市的年轻人 负担更重 活得更累 但是 一线城市的发展速度相对慢了 人们的发展空间可能不如一些内陆城市 听到这儿 你可能要说 明白了 何老师给我们的答案是 回家下去吧 别犹豫了 但是这真不是我的答案 我要说的是 你的一生 真的只能在一线城市和小城市之间 二选一吗 不是的 既然你生活在一个可以腾诺的大国和时代 你完全可以两个都选 丰富 人生体验 那怎么能两个都选呢 关键是要在边缘和中心之间找到连接 我先给你讲一个选择 回家乡的青年的案例 你看看他们是怎么把边缘和中心连接起来的 2021年 我去了宁夏的西吉 西吉是西海固地区的一个县 西海固是什么地方呢 过去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 曾经被联合国列为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 那在你心里 你会不会觉得西吉的年轻人都很穷 日子都很苦呢 那就错了 我在西吉遇到了一对小夫妻 女孩有个爱好 喜欢养多肉植物 她先是在家里阳台上住 后来种到了楼顶上 到最后楼顶也种不下了 索性呢就搞了几个大棚痛痛快快的种多肉 在疫情期间 女孩的直播火了 好多人跟她订货 不少客户都来自江浙地区 卖的贵的多肉植物 有几百块钱一盆的 还有几千块钱一盆的 夫妻俩就这么创业了 我参观了他们家所有的多肉大棚 发现有个大棚里面养的多肉植物 特别的漂亮 我就问女孩 我说这些多少钱一盆呢 她说这些不买 这些呢是我自己养着玩的 你看啊 人家玩着就把钱赚了 这是好多在大城市上班的年轻人 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啊 今年九月 我在启发俱乐部分享了这个故事 那有一个朋友就说啊 说不对啊 何老师 你要说凭兴趣就能赚钱 那还是一线城市更容易 因为人多啊 什么小众的兴趣爱好 都能凑出一群客户 是的 这没错 但是请你想一想 为什么在偏僻的西极 那个地方爱养多肉的人 不会太多吧 但为什么人家在西极 能够实现这样的梦想呢 因为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边缘和中心 有了更紧密的连接 即使是在偏远的西海固 也能够接收到大城市的信息 创业养多肉 那你得有货源吧 我打听了 比较珍贵的品种 是从云南进货 比较便宜的品种 是从山东进货 而它的买家呢 来自五湖四海 尤其是来自沿海地区 和一线城市 那既然边缘能够方便地接收 来自中心的信息 那它们在某种程度上 就变得更平等了 那这不是正好方便 我们腾挪了吗 大城市的便利 小城市也有了 而小城市的自由 大城市却未必能够享受到啊 所以你要是真想去小城市 那就去吧 因为那里机会很多 不过我还是要给你个建议 即使你想去小城市 过更加自由的生活 你也应该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联系微信客服122579 你不需要把大城市 当作自己的终点和归宿 但是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平台 因为大城市能够给你提供更多的机会 你能够见到更大的市面 遇到更有趣的人 接受更新潮的思想 但是我不建议所有的年轻人都留在大城市 因为大城市的竞争太激烈了 很难给每个人提供足够多的关注 会无情地绞杀很多梦想 这就好比职业发展 如果只去小企业 就永远无法了解行业的前沿 但是如果一直待在大企业呢 也可能永远得不到独当一面的机会 从大企业开始职业生涯 再到小企业提升自我 最终强大到自己创业 或者是跳到大企业的更高职级 这是一条迂回的成才之路 同样的道理 先到大城市见市面 再到中小城市找机会 最终实现在大城市和小地方之间 任意切换的城市自由 这可能是更多年轻人的道路 好 跟打算去小城市的朋友聊完 那咱们再说说留在大城市怎么样 经常有年轻人问我 何老师 你觉得我们一线城市的青年该做什么 你看 这么问就把自己局限 身在一线城市并不代表着 你的舞台就是一线城市 你的舞台是全中国 甚至是全世界 我给你讲一个得到同学的故事 咱们得到的知识城邦里有个朋友挺活跃 用户名是我叫张子明 但是他的真名叫黄嘉伦 黄嘉伦同学是一批年轻人的代表 他是一个下乡的扶贫干部 他后来到善委的东北村扶贫 一待就是五年 条件很艰苦 但是他觉得收获很大 从村民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其实呀 这一代年轻人都渴望感知真实的世界 感知真实的世界会让他们感到很充实 黄嘉伦跟我说 他也会很迷茫 因为他还没有想清楚 到底是继续从政呢 还是从商呢 还是去当个学者 没关系啊 他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 但是我相信 不管他干什么 这段经历都能够帮到他 因为在未来的中国 理解真实的中国 理解底层中国 会成为一种非常稀缺的能力 未来最成功的政治家 企业家和学者 一定拥有这种能力 是最懂中国的人 为啥呢 你看 要是你想从政 那基层工作的经历 会是你的最大优势 只有了解民情民意 知道怎么跟老百姓打交道 才能够找到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治理之道 那要是你想经商呢 也要到中国各地 尤其是看似偏僻的小城市 去走一走 理解了真实的中国 基层的中国 你才能够找到服务好 亿万群众的商业模式 别忘了 拼多多之所以能够做得那么大 就是因为他服务的主要是 小城市和农村的广大用户啊 对企业来说 最大的市场不是一线城市 而是整个中国啊 那要是你想做学问 那更要记住 真实的中国 不在教科书和学术论文里头 而是在现场 在情境中 在关系里 你要深入到这种关系里 变成群众眼里面的自己人 你才能够真正读懂中国 所以我建议 想留在大城市的年轻人 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去了解一下边缘地区 去过和没有去过 看过和没有看过 会有本质的差别 好 总结一下 对于该去大城市 还是回家乡这个问题 我们完全可以找到 边缘和中心的连接 可以两个都选 想回小城市的人 我建议你有机会 去领略一下 大城市的机会和平台 想留在大城市的人 我也建议你去边缘的地方看看 去认识那个真实的 基层的中国 那么你更喜欢大城市 还是小城市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 跟大家分享 等待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